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 门肯四弟将羊群赶出羊圈 它是这片荒漠草原上为数不多的牧民了 今年66岁的门肯四弟 退休前是一名赤脚医生 每年9月他都会拿上采集证 去邂逅一位紧产于此的著名本草 两外甘草 在广袤的哭不齐沙漠上 甘草星星点点 却是最具生命力的存在 与外来收草的人不同 门肯斯蒂能从甘草的地上部分 判断根筋的大小 采大流小 是蒙古族人收草的第一戒律 虽然地上枝叶矮小 但甘草却有着极为粗壮的地下根筋 采收时要掘出半人高的沟壳 根筋最长可达三至四米 如此才能在极端的环境中汲取养分 甘草已根入药 因为甜而得名 有着补皮液气 清热解毒 去痰止咳的功效 中医所谓十方九草 指的便是甘草 东汉张仲勤的《伤寒论》中 共一百一十二种药房 用甘草者就达七十方 利用统计指出 近八分之一的止咳类中成药含有甘草 使用品率为猪药之首 这是因为甘草不仅能去痰止咳 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猪药的作用 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 大量的药用需求 使得中国的甘草资源曾一度告急 索性在人工种草和为难互域的双重努力下 顽强的甘草很快恢复了生机 但对于门肯斯帝来说 取之有度是蒙古族人造就约定俗成的规矩 如今在荒漠草原上收藏的蒙古族人 越来越少了 生存环境的艰难 使得大部分人举家迁走 但门肯斯帝却不曾离开 他愿意守着羊群 守着甘草 这个地方要兴起好 就是能吃甘草 哎呀 那么甘草还行啊 用一生的光阴 与一位本草相伴 既平凡又神圣 守望 亦是一种境界 亦是一种境界